今天我们来看一下15之1的这个范例 这边的这个范例首先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呢 输入一个温度之后 那我在这边按一个Menu 这边按一个Menu 各位可以看到底下会有两个Menu 这个Menu其实非常好用 那这个Menu的好处就是说 它其实也类似一个Button 只是说这Button是躲起来的 那里面的话躲两个Button 上面也可以放图 也可以不放图 看你要不要放图 那这边我们发例是有放图 所以呢你如果要放图的话 你就自己要先把icon做好 那icon做好之后 它自动把你的图载进来 载进来的 那比如说我今天呢 要把温度100 比如100度转为华氏的话 那这边的话就会出现 华氏温度是212 那按Menu的话 然后转摄氏的话 这边就会把上面当成是华氏 转成摄氏的话 37.77 那底下的是一个Double的值 OK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完成这个范图 这个范图非常简单 Menu 怎么做 再来的话程式怎么写 就两个嘛 一样的流程 那按一下我们这按一下 第一个这个这个这个Button的时候的话 这应该是Item 它的项目的话 那我要怎么去判断说到底按的是这个还是按的是这个 所以这边的话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呢 第一步我们来了解一下 我们的界面部分该怎么设计 这个地方的话 那当然第一个呢 各位可以看到 在我们Double里面 的M的DPI里面就会多两个 有没有 一个是Laptor 一个是Rite 箭头 有没有 两个图示 那这个部分呢 你可以自己在做好图示之后 把它复制贴到这里面来 那一般的话呢 你可以贴到M DPI里面 那他会自己去看啊 如果H里面 跟Low里 这个H就高 解析度跟低解析度 里面没有的话 他就会去中的里面去找 那你会想 刚刚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为什么有这么多解析度啊 那就是Android的手机的问题了 为什么 因为大中小各种size都有 像同学 刚刚有同学买那个华硕的最大 现在最新那个Infinity 现在已经出到五寸了嘛 对不对 那前一代4.7 再前一代4.3 那这更早还有3.5寸的 所以你会发现 他一直眼睛越来越大 那每一只手机的解析度都不一样 那怎么办 只好给不一样的解析 你不能说 我今天给一个大的图 放在小的那个手机上面 那当然 一样会看得很清楚 可是问题 它loading很重 会load的比较久一点点 那如果说 小的图放在大的尺寸的解析度 的手机上面 会看得有点马赛克 所以这部分 它为了解这个问题的话 它在Jobo里面有不一样的解析度 好 好